今天的顾问调查室 我们就要继续来关心 郑文灿被收押之后 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效应呢 尤其对民进党的杀伤力 还有台湾政治的文化伤害 几乎可以说是核弹籍的威力了 因为谁会成为下一个郑文灿呢 这个案子的影响力到底如何 我们来听听前苹果日报 数位总编辑邱明慧的观察 郑文灿被羁押之后 他的政治生命等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他的日子 应该就是要准备打官司 那以他的年纪来说 东山再起的机会并不大 那郑文灿是民进党中 中生代接班团队里面的代表人物 在2018年地方选举的时候 他的声势如日中天 因为当时寒流崛起 那民进党内的中生代 例如林家隆及陈其迈都意外落选 那当时 郑文灿不但是竞选连任成功 而且他的得票还比前一年多了6万票 那以当时的情况来讲 甚至还有人是拱他来寄蔡英文之后来接任党主席 那郑文灿后来在桃园市长任期结束之后 去接任了行政院的副院长 那他在行政院跟总统府之间扮演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角色 而且也可以直达天厅 那他被收邀之后 其实检察官一定会根据手边有的线索继续侦查 那现在大家比较担心 我说大家就绿营了 比较担心的是说 因为郑文灿在政坛非常活跃 在商界也很活跃 那会不会查一查爆出一些案外案 还扯到一些其他的政治人物 这是绿营目前比较担心的一个状况 我绿营担心的恐怕不仅如此 因为就政坛的反应来看 也开始有一些传言甚嚣尘上 尤其有一说提到就是阴谋论了 总统赖清德因为2019年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 当时郑文灿倒戈跟蔡英文站在同一边 所以衍生了党内斗争而延续至今 真的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吗 我们继续来听邱明辉顾文的分析 郑文灿涉入土地弊案之后 那个蓝颖一边一直把它引导成是 赖清德发动的宫斗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呢 就是很耸动 很戏剧性 可是我觉得离现实有点远 那原因之一呢 是郑文灿涉必影响的不只是郑文灿本人 而是影响到整个民进党的形象 那假设郑文灿贪污成立 这个贪污的形象如果再贴到 民进党的身上之后 他其实已经有点调出这个接班团队 对赖清德的危险性并不高 所以赖清德为了这个去对他痛下杀手 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不大 不能否认的是在民进党内部 也有少数人怀疑这件事情是不是赖清德所发动的 那关键在于赖清德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所做的反应 赖总统当时的说法是说不分党派只要涉及非法 简调都应该查办 误网误众 打炸扫黑树滩都是回应人民深刻的期待 不得不然 就是这最后这四个字叫不得不然 让外界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有一个比较亲近赖清德人士说呢 赖总统的说话重点其实是在误网误众 但是他多讲的那四个字确实造成一些想象或者误会 而且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 因为赖总统曾经强硬的出来 想要跟蔡英文争夺总统的代表权 所以在党内其实或多或少造成一些嫌隙 这也是说民党内部有人会怀疑他的一些原因